眼屎是白色粘稠的 拉丝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刘慧峰西安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 眼屎呢在医学术语来说 它实际上指的是 结膜囊内的蜂蜜物 那么眼屎出现白色粘稠 并且呈拉丝状呢 一般多介于过敏性的结膜盐 那么过敏性结膜盐呢 它又有好多的种类 比如说季节过敏性结膜盐 多是对花粉过敏 这种患者常常伴有过敏性鼻盐 那么对于出现这种季节过敏性的结膜盐呢 我们建议 首先一定要脱离过敏盐 就是说一定要远离花粉 那么其次呢 对于伴有过敏性鼻盐的患者 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 对于眼睛局部呢 我们可以局部冷服 也可以使用一些抗过敏的野药水 还有一些患者呢 比如说它是常年过敏性的结膜盐 这种患者呢 它主要是对房屋内的粉层 充满动物的毛皮 等等过敏 那么我们知道空气中的这种东西 我们是没办法隔离的 所以脱离过敏盐 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到 那么对于这种常年过敏性的 结膜盐的患者呢 还是建议可以局部冷敷 可以使用抗过敏的野药水 定期进行室内的清理清洁卫生 谢谢大家